汇率很快了 汇率坚持不了太长时间了 这不是加快国债发行了 汇率坚持不了太长时间 这几乎是定论了 汇率很快了 不用想了 有人还跟我谈日元的事 以前也是说 我说我不讲 好几个人跟我说 有什么可讲的 有人高兴的 对吧 这么去贬值 人高兴的 日本最不喜欢 就是国内经济 没有一定比例的通货膨胀 因为日本需要通胀 只有一定比例的通货膨胀 日本经济才能够盘活 活不活死不死 待着会有问题的 所以现在这种 这种日元的贬值 真的是 如果不是日本有保障 跟美国有保障 你们知不知道 日元的外汇储备 全世界日元的外汇储备 90%多的外汇储备 是美元的 日本是全世界储藏 美债和美元最多的国家 日本怎么会担心日元贬值 他一定是希望贬值 他只是做了保障 不能低于160 所以没办法 如果真的主题 他愿意260呢 拉起通胀了 他用其他方式 补贴给日本国民 就完了 社会就好了 日元最不怕的 就是贬值 因为他要想维护 为什么说 那日元想拉 瞬间就几百几千点 拉去了 他手里这么多美元 跟美债 他想拉日元的汇率 那不是分分钟的事吗 那是看他想或不想的事 完全看日本政府 想或不想的事 所以到现在还有人在谈 那么日元 我就说 你傻吧 你不看看 那不是人家不愿意干涉 人家不搭理 人家那么的 要想干涉 条件比你中国 一百倍的多的条件玩 不喜欢 天天的想人家干嘛 中国共产党特别有意思 POA啊 咱们聊到这说 你妈你就看很逗 你他妈不给老百姓吃 不给喝 剥削 天天干这个 干那个 干这个 把老百姓剥削到死 然后只要老百姓一反抗 一提一提 就提出你们要爱国 你们要为了大 什么大忌着想 国家的伟大 才是你们的伟大 你们要放弃 小家为了国家 放你妈屁 他们贪了钱 全进自己兜里 全满足你自己 哪他们有国 国是什么呀 这不就是奴隶主告诉你们 你们那么必须不吃不喝 过喝地上汤水 你们努力供养 没有奴隶主 你们怎么活 奴隶主生活不好 你们怎么活 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哪他们国 国是个鸡 是个屁 国 真的是 只要你跟他一聊 底下的生存 他就跟你聊 政治大忌 为党为国 为人民 你们都是怎么着 他们保家为国 放屁 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 中国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中共共产党 如果没有他 他创造了一个 劣币驱逐良币的社会体制 这是最可怕的 就是把中国所有能解决问题的人 全部都赶走了 这是这个国家最可怕的 就他把这个中国所有能够建设中国 为中国发展好 能够解决问题的所有人 都用他的制度赶走了 因为他创造了一种只有坏蛋 才能生存的机制 所以当英国人专门拍电视剧 来纪念图悠悠的时候 中国这个电视剧是不放的 是封杀的 纪录片 就是他把所有对这个国家 有用的能够 因为他的每一个领域 甭管是政治领域 学术领域 教育文化社会 都是坏人为主的领域 每一个都是 从做官的时候 都是坏人为主的领域 所以在这个领域当有好人的时候 有棒的人的时候 他就一定要把这个人排斥掉 劣币驱逐良币 因为这个人存在 会让大家显示出他们的坏 所以他们一定要把这个人干掉 所以中国共产党呢 实际上在国内 为什么这个国家没有希望 他在所有的领域创造的都是 坏人主导 以坏为荣的这种生存方式 每一个环节都是 所以你会发现 你说我去进一个政府 满腔热情 爱国经济公务员 近几年发现了 你只有坏 跟着干坏事 越来越坏 才能生得上去 你说你保持一向热情 变个好人 就永远在底层待着 什么机制都是 坏才能上去 当他创造了这么一个制度的时候 那这个国家你说怎么能治呢 就是任何领域都只有坏 才能上去 对吧 你公检法不是坏蛋 你怎么能去当头儿当领导的 政府不是坏蛋 怎么去呢 国企央企里面的政治斗争 你不是坏蛋 杀人于无形 把人都搞到监狱 你怎么能担上高位呢 就是每一个位置都要坏 中科院社科院的院士 你不坏 怎么能把那些 有本事各用强的人 给排挤在外面呢 他们进来开会 怎么能显得你的能力呢 我在航天上就看见那些领导 怎么一步步的坏 把前约森给排挤走的 把前约森给排挤出所有相关领域 但是要用他的脑子 就是坏 所以当他创造了一个坏人当道的体制 就没啥 你们好好看看 你们接触的所有领域啊 你们只要在社会上接触的任何领域 你记住了 只要你往上走 发现真正控制的全是坏蛋 不可能有好人 不可能有好人 好人就不可能在这个位置上待着 放心吧 华为其实问界那个事 因为后来有人很多人都测试过 门就是开不开 门就是开不开 还有人挺逗 和什么什么装了婴儿所 婴儿所是外面能开开的 这不是扯淡的吗 儿童所是外面能开 里面开不开 他是在外面打不开门 听明白了吗 外面如论如何都开不开门 华为解释个 不是华为 就那个问界解释 但都没有用 华为赶快摘清楚 说那里面跟他没关系 但是记住了 这么多人都开不开门 最后让人在里面烧死 这事就是一个扯淡的事 当然了 还会不了了之 我以前专门针对中国不了了之 讲过了 所有在野弄的事 甭管你是疫苗啊 死人啊 飞机坠落 最后都会不了了之 都会的 不会为老百姓出任何结果的 银行那么多人钱取不出来 河南银行福建银行不了了之 什么事都会不了了之 不会给老百姓任何结果的 因为他是坏人当道的体制 底下出事是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 他解决不了上梁 他怎么会处理呢 处理人不就上去了 处理不了 不会处理的 为什么这样淘汰 因为中共啊 中共就是这么一个 他就靠这种流氓 你想想当年在打日寇的时候 中共干了多少事 打国民党 围困国民党 对吧 一场正规战争都不打 到处种鸦片 跟日本联合起来去干国民党 他就不是这么一个 从此就是一个坏人 起来的一个政党 国民党呢 我讲过 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 就是太君子了 你还能允许学生去游行 游行示威 你还能让人有工会 工会还跟资本家 有谈判的机会 你国民党不就是想死吗 你还能让报纸自由发言 直视发言太过分的时候 去查抄他 还能自由地印报纸宣传 你还允许大电 有人撒传摊 国民党跟共产党相比 就是一个傻逼 就是你老维护一个君子的脸面 觉得实在不行了 因为你是西方自由民主的机制 毕竟宋美龄 是在美国国会讲过话的 所以你还希望 有这么一个脸面 所以很多事不敢做 共产党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所以你死定了 君子跟流氓斗 肯定君子死 科兴疫苗不行了 科兴疫苗已经出大问题了 因为国际上现在很多医药组织 开始真正说了 没有人敢这么做的 科兴疫苗只花了99天 好像是98天就研制成功了 然后经过连所有的临床验证 全都在一块一年都不到 350多天还是多少天 就拿去给大家用了 灭活疫苗是这样的 一定要了解这种病毒 比如说像天花 了解这种病毒的真正的特点 对病毒有深刻研究之后 才敢拿这种病毒 根据病毒的机理条件 做灭活疫苗 那么那个时候呢 前提就是没有人 对新冠的机理有研究 为什么中国几乎打了科兴的 一多半人都出现了 这样或那样的身体反应 就是因为没有人到今天为止 都没有人对COVID-19 这个病毒有极其深刻的 机理研究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对于这个病毒 未来对人体产生 多大的伤害性作用 它的来源是哪 都不轻动的情况下 就敢把这个病毒 所谓灭了活性 在注射到人体里 让人体直接去 被这个病毒侵扰的这个胆量 只有中国人敢做 因为当时全世界 只有中国是灭活疫苗 所以现在如果打了科兴 打三针 真的抱歉 恭喜你 绝大部分程度 你这一辈子活不到 你人生逻辑上 应该活的那个条件了 不管你身体的舒适度 自由度 健康程度和年龄 没办法 真的是没办法 没有办法 科兴疫苗的事 因为它是个暗箱 解决不了 特别抱歉大家 科兴疫苗的事 也是解决不了 怎么解决啊 因为它治病的机理很难 对 你对新冠病毒 各种各样新冠病毒 有最深刻的机理研究 你们知不知道 就类似这种新冠式的疫苗 在正常的国际阶段 十年才能够 临床各种东西 十年以后 才能够到应用给人体上 所以你说 你要明白这个科兴的机理 你怎么研究 开个玩笑 快你也得十年 那十年以后 可能才能找到一些方式 现在你说咋找啊 这种问题 就像当年 自然灾害死那么多人 反右死了那么多人 文化大革命死了那么多人 武斗死那么多人 一样的 就是共产党 不会给你平反 不会给你补偿的 科兴疫苗 有人说很惨 打了 但是你想想 科兴疫苗跟当年 1970年文化大革命之前 49年到那个阶段 死那几千万人相比 你说他们冤不冤 共产党给他们补偿了吗 全都是因为 共产党的政策 让他们死掉的 没有任何补偿 那怎么可能 给你们这些 没死的人补偿呢 办了就办了 倒霉就倒霉 只能这样了 没办法 没办法 在中国警察就是这样 在中国 所有的社会环境 其实你比很多人都好了 你看看那些被警察抓走的人 就自己本身是有道理 条件好 最后还被警察抓走 特斯拉死的这个人 咱们应该都知道这个人 这个人删除了自己 所有网上的自媒体视频 他们媳妇 老公死了 孩子死了 弟弟死了 对吧 就是不是特斯拉 那个华为问界 这个车死的事 然后呢 删除了自己 发表了一个声明 很多人他背后 都在分析他背后 不管他书的声音 还人走动的声音 他在录这个时候 讲话的那种态度 应该都是被迫的 黑屏 什么都看不见 一段录音 然后删了所有相关东西 那你说他呢 家里人全死了 他只能说成这样 什么话都不能说 什么话不能说 说了可能 以人为也会消失 这就是中国的现状啊 很多人说台湾不好 告诉你来了大陆 你才知道台湾会有多好 台湾多幸福 说台湾这个那个的问题 是因为你已经活在 自由民主社会里 你看你的问题 你到大陆你试试 特洛西访问台湾 特洛西访问台湾 我前年讲的 飞机下了 特洛西下了以后 迎面对的这边是欢迎人群 那边是骂特洛西的 支持中国共产党的 放着中国共产党旗帜 支持中国共产党 骂特洛西的 然后呢 台湾允许这两拨人 同时存在于特洛西的 接待人群中 就这么一个东西 你就知道台湾一定是个自由之地 中国大陆怎么可能呢 这中国大陆怎么可能让你出现 一边是欢迎 一边是骂的呢 只有台湾才会出现 就这么一个事 台湾就生活比中国大陆 不知道得舒服多少倍 所以台湾的问题 因为哪个的问题 生活在美国 美国有问题 英国英国问题 日本日本有问题 但是你其他的问题 你到了中国 你才发现 人性都压抑着 不让你说 大问题 大问题 佩洛西 做错了佩洛西 佩洛西 口误啊 对台湾人活着有尊严 很重要 中国哪敢有人有尊严呀 你可以试试 你要展示你的尊严 结果是什么 五斩队队大棒 一定把你抽的 连北都找不到 但是台湾可以活着有尊严 那就不一样了 谢谢大家 今天跟大家瞎闲聊闲聊 好吧 闲聊闲聊 好吧 谢谢大家今天讲这么多 又跟大家瞎比比了 希望大家听我的东西 能更活得舒服一点 谢谢大家 谢谢